好,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的實驗所做的部分 主要是水,對不對? 水是什麼? H2O H2O,對不對? H2O,我們給它加上電 鎮電 鎮電 對,我們去通它 那我們在做的時候 我們發現,我們用小豬打的時候 水泉是什麼性? 鹽性 小豬打的時候鹽性,對不對? 好,那它還有什麼? 我們用醋,對不對? 醋是酸性 好,它還有鹽,鹽什麼性? 醋性 鹽是... 你們測出來是什麼? 醋性 你們是偏酸,那你們呢? 超減 你說鹽嗎? 鹽 鹽是超減 超減,超減是什麼意思? 9 你們測的是9 你們測多少? 我們測5.7 要不要5.7 5.7 你們是測5.7 5.7是鑽 好,數的部分,你們測多少? 4.3 4.3 4.3 你們測多少? 2 4你們測2 好 OK 減呢? 8.2 減是8.2 5 你們測5 OK 我覺得浪不到小數 好,停 為什麼這是差別? 可以告訴我 量的不同 量的不同非常好 8.3 4.3 2 那為什麼 鹽明明是 理論上它中性 鹽是中性 對啊 那為什麼大家測出來 偏頸偏酸 為什麼 自在水 我們現在是開是酸的 現在是開是減的 是這樣子嗎? 對 如果它有可能 容器沒洗乾 容器沒洗乾性非常好 有沒有可能是量的獅雷獅子拿反的 不會 我這樣沒有獅雷獅子 那叫什麼來著 你光的獅子 對 光的獅子拿反的 也不會光的獅子 小豬爪 不會 實際上不會 鹽跟小豬爪應該很容易分辨 剛剛志宇講得非常好 是容器沒有洗乾淨 你們容器如果沒有洗乾淨的時候 容器已經沾附了 我基本上 你看你在洗 洗 你應該是沒有洗 我之前做醋 醋醋 拿去換新的水 倒掉裝新的水 沒有 我有洗 你怎麼洗 我用手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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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拆光布好好洗 我們沒有拆光布 我們沒有拆光布 有沒有用膜布好好洗 都沒有 實際上這個容器的汙染 是目前來講 在做實驗上 最常發現的事情 不汙染 你最常發現 你容器沒有洗乾淨 你去做了 在西德塞有發出過這樣的事情 西德塞自己方面做的這樣子 前面一個案子的偵測的影響 它裡面有些DNA 流著沒有洗乾淨 後面的實驗的時候 直接拿去前面去做實驗 結果發現說 他們誤判說 這個人是嫌疑犯 因為他的DNA在這個凶器上面 那實際上 整個檢測過程是出現瑕疵的 因為他污染到了 他被前一個DNA所污染到 所以他認為前一個人才是兇手 那實際上那個是沒有事情的 所以這污染很嚴重 所以我們在做實驗的時候 經常會發生這些 因為我們容器沒有洗乾淨 我太太他是 曾經在中研院做 那個植物研究所裡面的研究助理 他之前也是一樣 他們去洗燒杯 洗飾品 洗飾品 最近飾品 他們的交通 每次洗完 就去看看 然後是拿飾子乾檢測看看 然後他們就被人罵臭 那個洗燒杯是有技術的 但我們就沒有要求這麼嚴格 但是事實上 我們主要在做酸鹼式的時候 你的飾子測出來的結果 就會跟你的容器的互染 就會造成結果不一樣 好不好 好 那回來我們再看一下 好 鹽水裡面算是中性 好 請問一下 小蘇打醋鹽 哪一個最容易導電 我們怎麼觀察導電器 你們認為是鹽 鹽是最大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們慢慢來 小蘇打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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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濃度不同 OK 濃度不同 非常好 濃度不同 我用的鹽多一點 我很容易導電 我用的小蘇打多一點 我很容易導電 濃度不一樣就會有差別 所以我們這次在測的時候 我也在觀察 你們有沒有誰去注意到 我加多少克的鹽 我加多少克的小蘇打醋 我加多少低的素 實驗的過程當中 紀錄是非常重要 就是每個步驟 你在做什麼事情 你要做回溯回去 比如假設你在測試高高速通 我剛剛是裝了300CC的水 加上20克的鹽 他們是用150CC的水 加上15克的鹽 這我們就可以比較了 是不是結果是一樣的東西 我們就有比較 我們要製作無法比較 是因為剛剛做的東西就是 隨便做嘛 對不對 我隨便裝水 我隨便加鹽 我隨便加什麼 我隨便加 加完之後我們來比較一下 會不會怎麼樣 所以這東西是什麼 這是參考的 這是感覺 我們現在的實驗都在做感覺 並不是說這樣就是錯 這是一個感覺 有時候我們來看一個東西要有直覺 去判斷說 欸 這樣到底會怎麼樣 會導電 會電到 會不會電到 或怎麼樣 這種感覺有時候實驗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做的實驗越多 你觀察的實驗越多的時候 你的感覺就會越強 我現在問的問題 都要讓你們去思考 所以你們很清楚 欸 我現在在做什麼事情 修律問了什麼問題 我怎麼去回答他 那我的回答的邏輯是什麼 我們重點是做的 訓練是要訓練一個邏輯 你的邏輯要合 你的邏輯要合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的事情是 小蘇達可以導電 小蘇達是鹼性 醋可以導電 醋是酸性 鹽可以導電 鹽是中性 所以酸鹼值是不是可以印證 它是不是可以導電 有沒有關係 酸鹼值跟導電性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所以酸鹼 基本上酸鹼 跟 不等同於導電性喔 對不對 它這邊有關係的 那導電性到底這什麼的關係 好 再回答一個 我們一開始用水就可以導電 水可以喔 水可以導電喔 水可以導電喔 純水不行 純水為什麼不行 水為什麼可以導電 水的電子太大 水的電子太大 可是你在量鹽的時候 電子大不大 大 你們那組你量鹽的電子大不大 鹽的電子多大 鹽的電子多大 醋呢 醋的話就一樣 2000K 醋你們量到200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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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 是2000K嗎 應該是測不到電子 醋是測不到的 所以水先 那你爬那麼多 你們醋量多少 400K 差不多400K 醋是400K 你們的小酢量量多少 我們嗎 200K之下 你們是200K之下 小酢大 我們超過2000 200K一直跳 也是超過2000 所以是比較不到的 對 大於2000 好鹽呢 量多少 2000K一直跳 我們鹽沒有電子 就是測不到 測不到 我記得我看到你們 是一直往上 從100K 200K 300K 500K 小酢大 小酢大是一直往上 一直往上 你們的部分也就是一直往上 兩千K 會跳下去 有沒有那種出來就是比較 如果我訂的 就2000K 一直跳 2000K 上去兩百 2000K是最大值的 對啊 你看到數字 還是沒看到數字 有數字在裡面 數字多少 沒看 對啊 所以這就是觀察 我們在做氣氛的時候 每個重點都很重要 你觀察到多少數字 寫多少數字 所以你們剛才氣氛 現在說 我一開始放進去是160 但是一直 隨著時間的時間 他一直往上走 到200 300 400 最大到超過1 超過就是 量這個範圍 測不到為止 所以他從100多的道 量不到 這個都很重要 現在紀錄一定要把這個寫下來 知道嗎 不能說 有個大概 不行 有個大概 你如果 一量就是一個定值 就量 就寫上定值 一量 是不是一直跳 寫 是不是一直跳 好不好 實驗就是這樣子 就是要把每個步驟都寫下來 我們在後面再做分析 好 所以我們的實驗告訴我們的 酸鹼值不代表 導不導電 那導電器到底跟誰有關係 中度 導電器跟誰有關係 中度 跟濃度有關係 好 跟什麼濃度 跟什麼濃度 在水中會解離的物質 解離的物質 我知道 智宇以前學過 跟解離的濃度 可以解離的東西 那因為 其他東西可能搞不定 什麼叫解離 會解離的物質 簡單來講解離的東西是說 你這個褲子 進到水裡面 它自然分成正部兩個電信的東西 好 關聯 什麼東西可以進到水裡面 分成兩個電信 正部兩邊 什麼東西可以進到水裡面 又分成電信 正部兩邊 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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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醋很小小 非常好 剛剛這次都有 煙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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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酥是甚麼 水也是很這樣 牛奶 牛奶行嗎 牛奶 剛才忘了 牛奶有油奶浸 牛奶不行 所以大家看有些液也是變中心的 它重點是它在水裡 它沒辦法切成兩個 小豬大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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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跟氫大對不對 碳跟氫大是 碳跟氫大是 小豬大的話也是 豬呢 豬呢 豬 我不知道 豬是醋酸 然後醋酸的話 哪一 什麼OH C H3 C O O H 記得嗎 上天幫我們講過 記得這個 記不記得 記得 我以前我都不記得 我現在懷疑我寫到對不對 我也懷疑寫到對不對 但是沒關係啊 就是你不知道就查一下 不知道就上網來查一下 好 換你 你要不要轉過來看我 我現在在黑板上講話 你從頭看著我 不知道你現在是跟誰上課 如果你現在可以看著你書 是啦 因為書現在都沒有人跟你講話 我現在講話 請你看黑板 記憲也是一樣 好了 因為它鹽 鹽是最常看的東西 鹽進到水 它變成什麼 鹽水 鹽水 鹽水我們常講就是鹽水 但是它會分解成什麼 那 它會分解成 N A N C L 正負怎麼寫 正負 誰正誰負 你就是可以簡單 加回正 誰正誰負 那你問誰啊 誰正 那是誰正吧 那代正電 那代正電 綠代負電 然後看看重機表 那回到重機表 那的原子序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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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冠定 那的原子序多少 查重機表 你的課本也要重機表 你們要看別的重機表 多少 11 那是11 那11 11代表什麼 它有11個電 它有11個電 非常好 第一層有幾個 兩個 變成幾個 八個 第三層有幾個 一個 所以它無骨地 這一個是準備要跑掉的 好 它把一個電子給丟掉了 它就變代正電了 變代正電 這邊 好 這個電子給誰 給綠 綠的原子序多少 綠的原子序多少 這樣看起來的話 17 應該是17 這樣看起來 我不知道多少 你看 這樣看起來 如果它減以後 一個正式序 代表 那個綠它會哪一個 所以它會 2 8 8 8 那這樣看起來 它是287 所以它是10 那為什麼是27 那為什麼是2887 對啊 所以要看周期 它是17 它是17 17的話 就算到 一乘是2 第二乘是8 第三乘是7 對不對 所以它把這個電子給搶過來 好 所以它就變成7加1 對不對 就有電了嘛 就說第三個電 8個電子就有電了 288 就有電了 所以P帶什麼電 綠 大於電 對 因為它長一個電子過來 變成5電 所以它是在水裡面 它就是分成兩個 一個綠跟一個鈉 它是分開的 它跟水的貨在一起 那水又是一個很特別的元素 水是什麼 F2O F2O 它是一個O 跟兩個H在一起 對不對 對 養需要幾個電子 幾層 養需要幾個電子 養需要幾個電子才能夠穩定 怎麼看 養的胭脂序多少 1 養的胭脂序多少 278 養的胭脂序是8 對不對 8的話 第一乘幾個電子 1 2 第二乘 6 缺幾個電子 缺兩個電子 養需要再兩個電子就穩定了 正義你還好嗎 你還好嗎 沒有 好痛 試著把眼睛這樣開 我一隻眼睛 OK 那H 那H都是那個 都是 H是多少 H的胭脂序多少 1 1 1 它應該怎麼辦 它可以丟一個 或拿一個 它容易拿一個 容易拿到一個 不容易啊 為什麼它不容易拿到一個 因為它在這裡就有O 在講 因為它的胭脂 胭脂殼很小 它胭脂殼就帶個正面 它跟它搶電子的能力很差 羊呢 裡面的胭脂 胭脂殼有八個正電子 是八個正電子容易搶電子 還是一個正電容易搶電子 八個 八個 所以它電子容易拷掉 八個 它電子容易拷掉 所以它水裡面它的電子 輕易就把電子給了羊 輕易就把電子給了羊 好了 所以這個分子裡面 這個分子裡面 這個分子裡面 你有感覺哪邊帶正電 哪邊帶負電 會不會有那種帶正負的感覺 有 哪邊帶正電 羊 H 親 羊還是親 H 羊 羊為什麼帶正電 因為羊的電子比較多 羊的電子比較多 所以有帶正電嗎 應該 電子在什麼電 帶負電 所以它電子比較多 所以它帶什麼電 負電 帶負電 好 羊帶正電 誰帶正電 親帶正電 鎮羊是不是親帶正電 親帶正電 為什麼親帶正電 你剛剛說我前次是帶正電 不要帶 親為什麼帶正電 我不知道 親帶正電 因為要把電子給你 親帶正電 因為電子是負電 然後它原本 如果有一個電子的話 是電容器 所以它就有一個這邊 正電 不要帶正電 因為它電子大部分 給你羊 所以兩邊的親都帶正電 好了 所以水裡面的鈉 會靠到哪裡去 鈉 鈉會很容易靠 會靠這邊來 綠呢 綠 就很容易靠這個地方 你看 我們剛剛講到溶解 記不記得溶解 什麼叫溶解 溶解 我把鹽巴丟到水裡溶解 怎麼溶解 攪拌加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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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溶解 它為什麼會溶解 攪拌 別的 被水分子帶走 被水分子帶走 你看喔 這是一個鹽巴 或水分子在隨你撞的動具 對不對 它不像撞到鹽巴的時候 它撞到那一傷 如果我是 是 癢 的屁股 撞到鹽巴的角度 它就把那帶走 它把誰帶走 就把那帶走 它把那給拔走 因為它跟那有細膩嘛 就像如果說 這邊是一塊鐵 你把一個磁鐵再滾過去 磁鐵的時候 就把鐵給吸過來 如果是鐵粉的話 鐵粉是不是會 噗噗噗噗噗噗噗 就跑到那個 磁鐵上面去 是不是這樣子 可以想像嗎 所以我這個水 撞到濾到那的時候 假如是癢撞過去 它就順著手 就把那給抓走 這個眼就 就跑掉一塊 綠跑掉一塊 欸 那跑掉了 接下來下一個水 撞過來 如果是心撞過來的話 這綠也跑掉了 所以它撞一直撞 一直撞 就不斷地把它一個一個 就把它抓著 抓著抓著抓著 然後就被溶解 那是什麼就溶解 什麼情況之下 它是不會在溶解 已經溶解 然後它沒有在溶解 已經不動 已經不動 就是它 它抓不動了 它又沒有東西去抓它了 它不想抓了 這時候就飽和了 什麼聲音 這是下課的總聲 這是下課的總聲 好 好 我覺得我抓了 你 我剛剛 趙手那隻手包 有點不沉 是是 所以它會分成兩個團 那呢 在鎮鎮 這部分在 這要鎮鎮 這在鎮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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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分成兩管 這是過程叫做解鎮 有些物質到時候會解鎮 它容易解鎮 容易解鎮 它容易解鎮 它容易解鎮 它容易分解成兩管 它容易分解成兩管 那它解鎮的話 它是解鎮成什麼 解鎮成 解鎮成 解鎮成兩個 兩個原子團 一個在鎮鎮 一個在鎮鎮 解鎮成兩區 這樣子兩塊 兩塊東西 解鎮 當它水裡面有帶有解鎮的物質的時候 它就有很多的正負電的東西跑來跑去 這時候當你給電的時候 它就可以幫它運電 電就可以移動了 就有導電性 OK 一般來講 酸、鹼、鹽這三類的東西 都有導電性 一般來講是這樣子 當然導電的牆 如果有看性質都不一樣 好 下課 等一下 等一下 可以 喝東西 真卡 你好